大家好我们都知道茶花呢它是一种啊洗半阴环境的植物那么它就不能够强光暴晒如果强光暴晒的话很容易把它的叶片呢给晒伤而且呢会导致叶片下垂或者是呢直接把它晒枯死了那么我们在养茶花的时候呢特别是夏季我们又不能够不给它光照因为呢夏季啊又是它孕育花蕾花苞的季节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足够的光照会影响它进行花芽分化和长花苞 所以呢我们又要给它进行适当的光照基本上呢要给它足够的一个闪色光照就可以了但是呢很多花友很难判断这个茶花它的光照是否足够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这个茶花的叶片来判断呢它这个光照是否过强如果我们在夏季啊发现你的茶花的叶片呢出现了这一种情况就是呢它叶面上有这种淡棕色的这个斑块而且呢叶片我们会发现呢它会有点下卷 然后有点下卷像这种情况然后后期的话它就会慢慢的呃变黄枯落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光照过强导致的那么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把你的茶花呢移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养护这个时候呢不能再给它强光曝晒 我们呢要适当的调整光照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适当的减少光照那么等到它的叶片呢不会再出现这一类的问题之后呢那就说明光照是差不多了 那么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如何判断茶花呢是否光照过强的问题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